对比了多款AI聊天机器人工具之后 还是免费的Po最适合我 我的天啦 这是什么情况 这么多对话机器人 免费使用 还能自己创建机器人 更离谱的是还能搜索使用别人的机器人 Oh my god 就它了 这就是今天大狂要为大家极力推荐的 AI对话机器人集中平台 直呼鼻祖Cora推出的Po 自从OpenAI开放了API之后 各种集成ChatGPT GPT4以及Dalit2的应用 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 这其中来自中国的开发者异常的活跃 虽然没有搞出ChatGPT 但是在应用ChatGPT方面 那一定是全球领先 大狂是最早一批注册OpenAI ChatGPT账户的用户之一 当时API直接送了18美元 一直到我5月1号三个月使用期结束 仅仅才使用了7美元 在经历了好几个月的各种AI聊天工具的试用之后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目前我主要使用的AI对话工具是哪几款 在这里我主要给大家介绍四种 分别是Chatbox OpenCat Po以及微软的Bing 先说结论 最终Po是我使用频率最高的AI机器人集成应用 偶尔会辅助使用一下Nubing 毕竟Bing是普通人最容易免费使用GPT4模型的方式 并Chat可以联网 能生成带链接的答案是非常方便的 首先介绍Chatbox 这是一个Gethop上的开源程序 要用OpenAI API的桌面客户端 完美支持Windows、Mac和Linux 大狂在这里给出我的评价 这款客户端非常好用 无比轻便 反应迅速 作者也是非常勤快地在维护 隔三差五就会出一个新版本 功能不断完善中 这个程序是免费开源的没有问题 但前提是 你一定得有OpenAI的API才行 或者微软的Azure OpenAI服务 添加到自定义域名代理也是可以的 所以软件使用免费 但是API的调用是收费的 API调用的好处就是 反应的速度特别快 打字机出答案基本上是极问极答 所以在我的API仍处于免费期内的时候 我主要使用Chatbox作为首要工具 5月1号 我的OpenAI API到期之后 由于付款方式不支持国内的信用卡 以及Visa卡 注册国外虚拟信用卡又太过麻烦 而且有很大悲剧的概率 所以我暂时放弃了OpenAI API 于是转头就申请了Azure里面的OpenAI服务 过审之后 经过Azure后台的配置 以及Cloudflare Workers的API代理 我又成功用上了Chatbox 只不过变成了Azure的 急用急付的收费模式 费用也是每1000个Token0.002美元 大概相当于750个单词左右 所以 大家如果个人使用 能接受付费 或者仍然在OpenAI的API免费期 可以好好用一下Chatbox这个工具 其次是OpenCat这款工具 该应用和Chatbox是非常类似的 不过它目前仅支持苹果生态 可以下载iOS应用或者MacOS客户端 它也是使用的OpenAI的API 也同样支持API代理 不同的是 OpenCat集成的功能要全面一些 AI工坊里面有针对各种情景的对话 如翻译 写代码 旅游 电影之类的 OpenCat还集成了Dart2的图片生成功能 以及Azure TTS的语音朗读功能 所以这款客户端还是很能打的 它也形成了自己的盈利模式 直接推出了Pro版 可以直接傻瓜式地使用更多的功能 有相关需求的朋友 可以去尝试一下 再次提醒 它目前仅支持苹果生态 iOS iPadOS 以及MacOS 最后 要给大家浓重推荐我现在的主力 AI对话工具 Po 主要的原因嘛 一方面它是真的好用 集成了各种主流的对话机器人 用户界面体验非常友好 提问的信息和答案都可以云端保存 另一方面 那就是 它真的可以免费白嫖啊 赤裸裸的白嫖 有情提示 国内网友需要特殊网络 那到底是哪位大佬开发出这么好用的集成式的机器人 给大家免费使用呢 Po背后的团队本身就不简单 它是由国外版的知乎 也就是Quora推出的聊天机器人平台 Quora可以说是知乎类知识问答平台的鼻祖 Quora的创始人亚当 德安吉洛曾是Facebook早期的高管 曾任首席技术官 后来离开Facebook创立Quora 如今又推出Po 确实是非常不简单 Po目前支持iOS版和网页版 里面内置了Cloud ChatGPT Dragonfly Sage Nib AI等机器人 每天还有一次免费使用GPT4 以及Cloud家的机会 非常人心化 更为令人叫绝的是 Po最近推出了一种新玩法 那就是可以创建自己的AI机器人 比如大狂我就根据自己的使用场景 创建了一个中英文翻译的机器人 输入英文 翻译中文 输入中文 又自动翻译成英文 字幕建订yi Paper 如果这个已经很牛逼的话 那接下来你所看到的将惊掉你的下巴 Po不仅可以按需打造自己的机器人 而且可以搜索别人创建的机器人 真正形成了一个AI机器人的社交网络 你可以follow和使用别人创建的机器人 当然别人也可以用你的 这种玩法大大的发挥了用户以及AI的创造力 真正释放了AI的潜能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po的前途不可限量 所以通过上面的介绍 大家也可以自然而然地知道 为什么Po现在是我的核心AI聊天应用 而且搭配Mac上的一款名为Manobar X的应用 可以直接把Po放到顶部状态栏里面 随时调用 极为方便快捷 以上是大狂以自身实际使用体验为基础 写下的一点感受 希望通过这些详细的使用过程 为大家带来更多的信息量 目的是让每一位读者 能够抓住AI时代各种有效的工具 真正提高自己的生产力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我是大狂 效率提升专家 欢迎大家关注和订阅工具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